这个实验的话大家有多少做过的 有做过的可以敲衣啊 不管是做完还是没做完还是不会做的 只要有做过的可以敲衣啊 上级做到一半的死机的是吗 做两遍是吗 当然不懂 关于这个实验的话 大家如果说有做过笔记 或者说把我们执行的11个作业 都有认识完成过的话 或者说多有剧多敲几遍的话 那这个作业的话 其实是相比于起命实验的话 是一个综合作业 太难度这块根本是没有什么难度 其实当中有一点小的一个问题 你们只要把这个坎迈过去之后 那么你们会对这个实验呢 会有一个更深的理解 我看到群里面有一个同学 已经大半夜已经坐船了 然后就这个超同学对吧 他大半夜已经坐船了 所以说大家还是有什么问题的话 给他请你问 不要在心里不说 因为他们的问题呢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他能够根据他的一个东西 而被做船了 而且他对这个 我现在讲一遍的话 他肯定会有一所更深的一个理解 所以大家还是 不管是你们以后上时的IP课 我记得大家学习的时候呢 一定要静下心来 然后呢 把你们的笔记这块一定要做好一些 整理一下 然后每次的话反复去练习 因为知识这块的话是这样子的 你今天不预习 明天的话往百分之三十 后天呢百分之三十 再后天呢百分之三十 那么第四天的话就相当于你没有学一样 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 那为什么有的人可能记得那么清楚呢 原来是他在明天 或者说昨天呢 已经做了预习 或者说已经呢 反复进行练习呢 所以这就是一个 学习一个 东西 好 那看一下我们一个作业这块 对 大概加一群 这个群的话是我们一个 I的一个家包的群 大概加一下 另外一个是IP的一个家包的群 大概加一下 另外一个是你们147班级的一个 班主任的QQ也加一下 这个是你们升级IP的时候的一个班主任 你们可以加一下他的Q号 好看一下我们这个题目 我们今天的话主要两个主要两个点 第一个就是讲解我们一个几个作业 第二的话就是 把我们IP6这块的一个基本部分给提一下 因为IP6这块呢 在我们一个IE里面呢 会进行涉及到 所以在IE当中的话 只是一些比较基本东西 好看一下我们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的话 我们从首先来分析一下 就是说这个题目 我们到底需要有哪些知识 来进行解决 首先的话这边的网络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的话是福州网络 比如福州这边的一个公司 是我们总公司这边的网络 另外一个是我们分布 比如上海这边的网络 还有一个呢 是我们运营商这边的一个网络 所以这边呢是一个运营商的网络 总共是分为三部分 那我这边的需求就是 第一个让福州和上海这边的两家公司之间 通过我们所谓的一个专信 来进行上网 下面的PC1PC2的话 可以访问到PC3 路线的话是走的是我们一个专信这一块 你看这边就是我们一个所谓的专线 另外一个就是 我想让我们一个公司的员工呢 能够防到我们一个百度 走我们运营商出去 你看吗 走我们运营商能够出去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整个需求 那么在这个整个需求里面呢 有一些小的一些子需求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首先这边的PC1 划到我们一个无奈时当中 这边呢是PC2 在我们一个无奈时里面 那所以你要想一下这个接口 就是咱们的一个Asian接口 微奈呢属于10 这边的接口呢是属于Asian接口 微奈呢属于20 这个接口呢属于微奈30 那么这边呢是Asian接口 属于我们一个微奈30 对吧 好这第一个 第二的话我们从一个最小的网络 开始进一个部署 比如说我先把这部网络呢 给打通 对呀 这部网络给打通 因为这边的网络的话 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首先第一个 这个接口和这个接口呢 它都是我们一个创口 并且允许的微奈是10和20 这个时候的话 你得允许20通过 因为当我们一个 这条内容出你之后的话 20的话可以通过我们一个锁边内容呢 进行一个访问 这就是我们一个生成数当中 所谓的一个备份这一块 是吧 这就是我们一个第一个 那所以说这边是创口 这边是创口 这边呢是创口 这边呢是创口 并且我Switch上面呢 两个接口都是创口 并且都要允许10和20通过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下面这个 小的一个二层的网络给打通 而且PC的网关 在我们一个Switch上面 PC的网关呢 在我们一个Switch上面 并且我们知道Switch这边是我们一个生成数当中的一个根设备 是根设备 这边用级呢 应该是我们一个0 而我们一个3这边呢 用级应该是我们一个4096 这边是一个默认情况下 那么很明显它组织的接口 一定是我们一个G0-0-2接口 这边是个AP端口 另外一个这个PC5它是模的一个服务器 我们把这个服务器呢 创到我们一个V9172 并且网关呢 都在我们一个苏西上面 那所以说 PC5也好 PC1也好 PC2也好 他们项目进行访问的话 一定得都经过我们一个网关这块的访问 因为他们是我们一个矿网段的嘛 矿网段这块也得找我们网关 有网关记录有之后呢 然后下发到我们一个PC2 好 我们先把这个小的一个局网这块呢 先做一下 然后我题目的话就不再给大家读 因为题目这块特别特别的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多啊 好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该怎么做啊 那么首先第一个在我们一个交换机上面 把我们一个先的名称呢 新进一个写好 另外第二个在我们三交换机上 创建好对应的微纳 第一个是10 第二是20 创建好两个就可以了 把我们G0-0-3接口 G0-0-3接口 划到我们一个微纳室里面去 然后呢 微纳的话属于我们一个10 啊 属于我们10 另外一个是G0-0-1接口 它是我们一个创口 并且允许的微纳呢 一个是10 一个是20 这一块的话是我们一个G0-0-1接口 G0-0-2接口呢 咱们直接复制一下啊 进入到G比特0-0-2接口 我们直接顶级粘贴 然后呢 就配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交换机三上面的配置 它比较简单 好 配好之后的话 我们直接把它给粘贴一下 把我们一个G0-0-1和G0-0-2呢 把它给复制一下 直接点是复制 因为在我们一个SWIT72这边 首先创建好对应的微纳 一个是10 一个是20 另外一个把我们G0-0-3接口呢 划到我们一个20里面去 叫做default 比如说是我们一个20 这边的G0-0-1接口和G0-2接口呢 都使用我们一个创口 便允许我们一个10和2通过 所以我们直接点击粘贴 搞定 啊 搞定 你看 这边的G0-0-1接口 是创口 允许12通过 G0-0-2接口呢 也是创口 允许12通过 那么SWIT1这边呢 SWIT1这边 对呀 你这边创建微纳的时候 第一个是10 第二是20 第三个是172 啊 172 另外这边还有一个 就是说这边的是一个SWIT1 和我们一个交换机 和我们一个路由器这边相连的话 它们之间的微纳呢 属于我们一个100 所以呢是个100 总共是四个 然后把我们G0-0-3接口 G0-0-3接口 画到我们一个创口里面去 然后呢 允许的微纳 就是我们一个10和20 对呀 你这边不用允许172通过 因为跨三层这块呢 根本就过不来 然后呢 G0-0-0-2接口呢 也是一样 Port 创口 允许的微纳 10和20 10和20 那么我们把这个PC 它们先的微纳 放弃好之后呢 我可以在搜集上 创建好对应的一个网关 比如说 Innofit-W950 IP-Adress-1920-680 这边呢是10.254 也码是24位 另外一个是W950 IP-Adress-1920-680 20.254 24位 把网关创建好之后呢 我们来检查一下 该网关这块 是否是起来的 如果这边网关的起来之后呢 PC呢 能够访问到PC2 我们可以试一下 PC2这边是 20.1嘛 20.1 PC2这边是20.1 没问题啊 好 再评一次 PC这边是10.1 嗯 再评一次 OK 你看这边的PC1呢 通过网关这一块 访问到我们一个PC2 我们可以看一下的路径这一块呢 该怎么走啊 192.680 20.1 20.1 看着没 先找网关 有网关路由之后呢 再把数据包丢到我们一个PC2 所以PC和PC2之间的访问呢 通过我们一个内部的这个SW7这边呢 进行访问 并且我们还要看 并且我们还要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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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这边的交换 这边的交换机一 它是我们一个 摄影术里面的一个主根设备 我们给你看一下 呃 主根设备 这个需求在哪找呢 你看这边呢 是一个SW7为根桥 并且呢 为我们一个0 对吧 并且的为0 你看 模式使动是我们一个STP模式 这边为根桥 那所以说 我可以把SW7这边呢 直接优先级呢 直接设置为0 当然你们这边要改一下 就是说 把模式这一块改成STP 对啊 模式这块呢 需要改成STP 这第一个 第二的话 在我们一个交换机二上面呢 也是一样啊 模式这块呢 要改成STP 然后呢 把我们一个交换机一这块 直接设置为 右心级的为0 让它这边呢 成为主根 让它这边成为主根 当然三合二之金呢 好像是没有说的嘛 三合二之金呢 并没有说 拥有机该怎么去配 所以说我们这边呢 不用管它 反正这边阻塞的是 要么阻塞这个接口 要么阻塞的是G 所以三这边的一个G0-0-1接口 要么阻塞的是2这边的一个G0-2接口 那么PC的流量 它访问的时候 一定是从这边往过去的 要么是阻塞这个接口 要么阻塞这个接口 看你这边的三合二这边的哪一个级别 更大一些 对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在搜索上 G0-0-1接口 你看这边都是我们一个直径端口 在三这边呢 G0-0-1接口 这边组的是G0-0-1接口 所以把我们一个G0-0-1接口呢 给组了 给组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一个 关于PC5这块该怎么去做 PC5的话 它的机理 它属于我们一个VLAN是172 它这边的话是一个服务器 我们又有一个地脑这边的哪进行模拟 所以说 我们直接在我们一个C7上面 G0-0-4接口 然后呢 把我们一个服务器这边 画到我们一个 OXAN里面去 VLAN呢 是172 并且我这边呢 创建好对应的172的网关 IP address 网关这块指的是172点 16点 多少呢 1.254 也码124位 那么由于PC5的网关在交换机上面 那么可以去拼一下 拼一下服务器这块能不能拼通 1.1 看到没 说明我的服务器到的网关这块呢 没问题 那么现在的话 PC5这块 是可以防御到PC1的吧 或者PC1可以防御到PC5的吧 这个也没问题吧 你想一下 PC1这块如果防御到 要向往的话 他把数据包的一个网关 网关发现 我到172的话 通过我执行这块 直接到我们服务器 所以PC1的话 可以防御到每个PC5 PC2的也可以防御到每个PC5 一定要去理解 PC1 PC2 VLAN 172怎么走下面的 这边才是VLAN 172 这边是VLAN 100 我们去拼一下那个PC5这块 172.16.1.1 看到没 可以防御吧 TRACERT 172.16.1.1 你看 先到网关交换机上面 然后呢 网关这边呢 到我们PC5 PC2这边呢 也是一样 172.16.1.1 也没问题吧 你看 先到网关 再到我们PC5 可以防御到我们PC5 所以说通过我们一个上面的一个做法的话 我们把最小型的这一块呢给做出来了 这块的话是我们之前呢 反复练习过的 因为我们做了一个题目嘛 叫做 比如说两个交换机之金 运行后的皮肠服 然后呢 实现我们下面的主机来访问 其实这个题目的话 它的难度呢 比我们这个题目的大一些 你看 这个才是我们一个三台设备 然后呢 三台主机 当中的支顶的话 就是一个二层接口这一块 一个Sense和窗口 而且这块的话是比较简单的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个三层的一个VLAN EF技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个深数这一块 所以说 这个小型的网络里面呢 三个技术 第一个是深层数 第二个是二层接口这一块 第三个是VLAN EF 基本上就没了吧 好 那关于我们一个左下角这一块 还啥问题吗 没问题的话可以敲个一啊 有问题可以问 没问题的话不用敲啊 不用敲不用敲 我等一下看你们的问题啊 大家不用敲 因为你敲完之后的话 我看不到你们的问题啊 大家有问题可以提问啊 没问题的话可以不用敲 VLAN 172怎么了 这边的话不用放弃VLAN 172 因为这边被隔开了 是个三层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好 那么把左边这一半部分呢 讲完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右边这一部分 好吧 我们先把那个内部局网这块能够打通 我们先把这部分进去再看一下 这一部分的话 它的主机这块呢 是通过DSCP来获取的 并且我的福气这块呢 在我的四交换机上面 对吧 那所以说 首先第一个把我这个接口 Escents画到VLAN30 然后呢 我在这个交换机上面呢 它这边的DSCP浮介呢 是以接口还是以什么 可以看这个需求啊 这边的需求 你看啊 交换机4呢 组成了我们一个创建VLAN30 Escents变化VLAN F地址分配 然后呢 DSCP使用全局地铁银称为30,租期为2天 然后在PC3上确认可以汇到IP地铁和网关 所以这边是一个全局地铁 好,看一下我们这个题目该怎么去完成 那么首先的话,我们把我们一个交换G4这边看一下 然后创建好对应的VNAT,比如VNAT30 然后把我们G0-02机口 画到我们一个VNAT30里面去Ecosense 对吧,Ecosense 画到我们一个Port,Default,VNAT,比如说是30 看了没,画到我们一个VNAT30里面去 画好之后的话,你得在我们一个交换G4上面创进DSCPenable 对呀,这条命令你要敲,不敲的话 你的DSCP下面都配不了 我看到群里面有些人说出印报错了 可能这个原因,然后回车 敲完之后的话,你们得创建一个地铁 这个铁的名称叫做30 然后呢,我们给一个网段 比如192.8点 这个网段是我们一个30.0网段 后面是银码24位 这是第一个 第二的话,我们要指定一个网关 这边的网关的话很明显 就是我们一个192.8点30.254 题目需求呢,也有给 你们可以看一下 30.254 给完之后的话,给个租期 比如说两天回车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一个限量条件 那么怎么去调用呢 对呀 你启用DSCP的时候,你只能调用在我们一个三层机构上 但如果说你这边想要调到我们G0-02接口 但这个G0-02接口呢 比如这边是个低端设备 你发现你始终 它瞧不了 没有我们所想的秘密 这个接口它根本就是二层接口 对呀 这个结果是个二层接口 我们只能在我们一个WLAN EVE 30下面 给它创进一个IP地址 192.168点 30.254 我们可以在这个机构下面呢 来启用DSCP 它的选择呢 为我们一个global模式 这就是我们一个调用方式 千万不要在我们G0-02调用 有些高端设备的话可以这么调用 但是的话对我们一个570-172的话 只能在我们一个逻辑机构下进行调用 调用完成之后呢 我们在3这边呢 来获取一下 输入IPconfig 看了没 这边呢 是30.253 我们可以拼一下网关 网关的话是30.254 没问题吧 30.254 这就是我们一个DSCP这一块 所以说这个DSCP和我们做做的DSCP 有难度吗 我们做的DSCP是经过 好像是经过 好像经过三层 这块的DSCP呢 就是一个直0 看到没 就是一个直0 在这边画一个微难 然后呢 起一个DSCP 然后呢 创一个第一尺 这边呢 获取一下 你发现这边呢 是特别特别简单 基本上算是没难度吧 现在又是指定这块了 对吧 好 这就我们一个这一部分的一个东西啊 那么另外一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一个outpf这一块 outpf的话 我们做做的时候的话 它整个难度呢 是比我们一个这个题目要高一些的 这边怎么画呢 你看 这边是在我们区域0当中 这边呢 在咱们的一个区域1里面 这边呢 在咱们的一个区域2里面 是不是 而且我这边呢 有各自的入态ID 你比如说R1的入态ID为四个一 R1的入态ID呢 为四个二 不R1这边的环境口呢 四个一 二对边呢 四个二 四个一这边呢 比如说是这么多 四个四到尾这么多 好 你看 第一个进程号是1嘛 然后呢 入态ID设置为环境接口地址 而且这边使用是接口配置的银码的反银码 然后呢 所有的环境口都宣告到我们一个区域1 R21的环境口呢 宣告到我们区域0 是这么来的 这个环境口宣告到区域1还是区域0的话都无所谓 当然让题目来进行走就可以啊 在全居膜上是租期 你们应该会啊 这个就在我们一个地址里面 写一个30 租期的话就敲一个就行了 对吧 这个和你在机会下配的话是一样子的吧 你在机会下也这么配的吧 对吧 OK 好 看一下我们一个问题啊 这块 那么首先在我们R21这边呢 把相应的一个IP地址配好 R21这边的IP地址的话 它是这样子的 这个接口是S1-0 S叫做什么 S1-0-0接口 对吧 这边是G0-0-1接口 我们先把G0-0-1接口配下 这边呢是1928.2.1 192.1 108.2 2.1 24位 这第一个 另外一个我们想一下 就是在交换机上怎么配呢 交换机上你发现G0-0-1接口 你配不了 IP地址 敲不了 对吧 那时候我们只能把这个接口呢 画到每个微量一版当中 比如说画到每个微量一版 叫做Port 一个Type 一个Sense 画到每个微量一版 然后呢 我们再给这个微量一版呢 配上和我们一个R21这边 统一网段的一个IP地址 2点多二呢 这边有写2.2 看到没 2.2 一码是24位 配好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 关于纸内这块是否通信 R21这边呢 去拼一下 2.2 没问题吧 这一部分呢 就通讯完成了 另外一部分 就是我们一个R2这边 R2这边的话 我们也是一样子的 我们直接 在我们一个G0-0-1接口 G0-0-1接口 IP address 192.0-80 到了4.1 24位 然后在我们一个交换G4上面 交换G4上面 把这个接口呢 画到我们一个VN100当中 首先我得创进一个VN100 然后把这个G0-0-1接口呢 画到我们一个VN100里面去 画完之后呢 我们再创进一个VN100 IP地址呢 和我们R2这边的同一网段 192.0-80 是我们一个4点多 4.2 24位 那我们可以拼一下 在R2这边去拼一下指令 192.0-80 4.2 没问题吧 所以指令这块呢 都能够通信 但是我1和2之间 它是一个串行定度 而且这个串行定度这块呢 它这边有要求说 这边的要求就是 第一个使用PP协议 它默契下的话都使用PP协议 另外第二的话就是R1的IP地址 也满是30位 R2的IP地址呢 它由R1分配 所以R这边的不用配地址 由1这边分配 然后在R2使用3A 比如3A里面创进 用物名是上海 密码是spoto 符类型是PP 使用DW无法查看真实的密码 R1为认认方 R为不认认方 使用恰不认证 然后呢 确认1和2之间通信 这个题目和我们作业当中的题目 是不是一样子的 没什么变化吧 你看到没 第一个是 IP地址这块 一这边配R这边呢 通过一这边获取 第二个呢 是R1这边为认证方 R这边呢 为被认方 并且使用恰不认证 这边是用户名 这边是密码 符类型的为TAMP多 所以说我们可以来配一下 我们在R1这边呢 S1-0-0接口 它的默认情况下就是个PP写意 R这边呢也是一样 它默认的也是一个PP写意 这个是默认情况下 好 然后我们可以把R1这边配一下 R1的IP地址是192-0-0-0 12.1 24位 对吧 24位 R这边呢 R这边的话 它不能配地址 只能通过PP协商 不好意思 30位是吗 R这边呢 只能通过PP协商 它不能配 它不能配 那么由于R之间呢 R1为认证方 所以说我在认方这一块 需要创建好对应的用户名 比如说是上海 对吧 上海 密码呢 密码是不可禁的 所以说是我们一个 密文这一块 比如说是SPUTO 这第一个 第二的话 我给这个用户名呢 它的服务类行为 我们一个PP写意 看到没 这边的一个用户名呢 是不可禁的 我们通过Dplay 发现 看不到这个用户名 所以说是我们一个 这个模式 对吧 当这边配完之后的话 我们在R这边呢 再配一个 比如说它的 它的一个 在这一块呢 认证模式 这一块 PP写意 认证模式 为Chap认证 当这边敲完之后的话 R这边呢 也一样 PP Chap user 上海 然后呢 PP Chap Puzzle 立马呢 SPUTO 但是我得保证 R这边呢 汇到地址的话 我可以在R这边呢 直接指定一个 比如说 指定我们一个地址 为多少呢 比如说是 192.168.12.2 回车 对啊 我这边是指定R这边 汇到一个地址 就是我们一个 12.2 当然你们这边呢 也可以通过地址 你看这边没有写啊 这边是没有写 这也没有写 对吧 R2的互联IP 有R1分配 你可以写地址的分配 或者说直接 像我这样 直接指定IP 给我们R2就可以 那么一直到R这边呢 能够 汇到地址 你看 看了没 这个就我们一个 获得到地址 并且我要确证 一号二之间能够通信 你可以去拼一下 192.080 12.2 这个呢 就可以通信 这个呢 就可以通信 那所以说 一号二之间 是我们一个PP定度 这个题目的话 和我们一个 上个所引示的 是一样子的 也不难 对吧 现在你把我们一个 11个作业当中的 所有的一个小的作业 给拼移在一起 就会大的作业 然后另外一点 就是在我们一个 一交换机 R1 R2 和我们一个R4之间 和我们一个R4之间 运行的是OSPF 那么这个OSPF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R1这边 它怎么去运行呢 那么首先 它有一个黄接口 是4个1 R这边呢 是4个2 这边的交换机呢 是这么多 4交换机呢 是10.4.4 那我们可以直接在R1这边 创进一个路板接口 比如说是1.1.1 然后呢 32 R2这边呢 创进一个路板接口 比如说12.2 3.2 3.2 3.2 这边的1交换机呢 创进一个路板接口 比如说10.1.1 比如说32 对吧 4这边呢 也创进一个接口 比如说是路板接口 10.4.4.4 32 看到没 10.4.4呢 是我们一个32 当创业好之后的话 我们来配一下 我的皮肤 此时R21这一块呢 它在两个区域 另外一个是区域0 另外一个是区域1 所以说 首先第一个指定路板 4个1 创进区域0 把我们区域0这边的接口呢 宣告到我们一个当中去 比如说192.168.12.0 这边的反银码的话是多少呢 这边的银码是-30位 那么这边的反银码是多少位呢 3 这个应该会算吧 对呀 因为-30位的话 它是225.225.225.252 那么用几的话 发现这边的就是个3 这边就是3 对吧 这边创销3之后呢 把我们一个 相当的环境接口呢 寻找到区域0当中 比如说1.1.1 一码呢 反银码呢 是4个0 对吧 然后退出一下 然后再创进区域1 把咱们的一个2网段呢 2.0网段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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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那么R21这边工作呢 就做完了 这就是R21这边的工作 对应着我们一个 SWC这边呢 也是一样 SWC这边 首先 AltPF1 RootID 10.10.1 创建好对应的区域1 把我们往那个寻找进去 比如说是2.0 然后呢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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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另外呢 把我们黄文口呢 寻找进去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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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看题目需求啊 对吧 题目需求说 让你用那个 不是特别精确的反应码 用的是什么呢 你这边是-24位嘛 那我这边的话 反应码的话就是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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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嘛 我的黄文口是-32位嘛 所以这边是4个0嘛 你要看需求 项目当中的话 可以直接宣告4个0 但是我题目当中要求的话 就是宣告 这么宣告 是这样子 R为什么是 这个我讲过啊 就是那个NCP的一个协商功能当中 他会把那个 他把这边的路由给推过去 推用我们一个三shiver的路由给推过去 这边呢 也会推过去 这个是IPCP的协商 这也解释 为什么说一和二之间 如果说不太同意网段的话 也可以进行通信 好 这边就是我们Switch1号码R1 然后呢 R2这边呢 也一样 首先创建好对应的 2.2.2.2 然后呢 创建好对应的区域0 把我这个网段呢 给虚传进去 192.2.8.0 12.0 后面的反应版呢 是咱们的一个3 咱们的3 然后把环口呢 把环口这边呢 也虚传到区域0 题目中规定说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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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对吧 题目中规定说说 一和二之间呢 环口虚传到区域0 对吧 那所以说我这边呢 虚传到区域0 然后退出一下 再创建一个区域 区域2 把咱们的一个4网段呢 宣告到 区域2里面去 区域2里面去 在我们一个4位级4上面呢 也是一样 首先创建好对应的 root id 10.4.4.4 创建好对应的区域2 宣告一下网段 这个网段的话是4.0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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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咱们的一个10.1.10.4.4.4 反应版呢 就咱们的一个0 这么0 那所以我们来检查一下 关于欧洲条这块的邻居表 这一块是否尽力 R21的话 它的一个邻居呢 有两个 一个是2 一个是4位级1 所以能看到我们两个关系 你看这边是我们R2 然后这边呢 是4位级1 这边呢 是我们一个R21 R21这边呢 也是一样 这边呢 有两个 一个是我们R21 另外呢 是Suite4 Suite1这边呢 它有一个邻居 一个呢 就是我们一个R21 Suite4这边呢 它也只有一个邻居 对吧 就是我们R2 但是我们规定啊 就是说 你要想一个问题啊 在我们这样子当中 此时Suite4这边 或者说PCE想要访问PCE2的时候 PCE3呢 它会把它的访问到我们PCE的时候 不同网段 会把数据包交给Suite4 交给我们一个四交换机 四交换机收到之后的话 它有没有路由到达到我们一个这边 到了这边 到了这边 有没有 对吧 没有吧 那所以说你想一下 此时的Suite4这边 它有这边路由吗 有我们一个10网段 有Masha网段吗 好 我们要7号网段的吗 根本就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在我们一个交换机上面呢 根本就没有宣告这些主机的一些网段 所以导致我们一个四交换机呢 根本就没有收到 那所以说我这边呢 可以看一下路由表这块 通过AutoPR学道的话 Suite4这边的话 通过AutoPR学道呢 学到一些 环卫接口 R网段 12网段 以及我们这个网段 但是我们这边的话 又想学到我们一个 PC1和PC2和我们一个服务器这边的网段的话 必须在我们一个苏西这边呢 宣告一下 AutoPR 进入到区域1里面去 把我们相应的网段 第一个就是我们一个10网段 0.0.0.2.55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个20网段 0.0.0.2.55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个服务器这块 172.16 比如说是1.0网段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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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好 这边多写了一个是吗 那么这边修改好之后呢 4加万机能够学到这些路由 可以看一下 通过AutoPR 看了没 这边有我们一个10网段 20网段 172的网段 大家想一下 你的 你的那个1加万机 能不能学到我们30网段呢 现在1加万机的话 是根本就学不到的 可以看一下 它根本就学不到我们一个30网段 因为你4加万机呢 根本就没有宣告 所以说就用到每个区域区域2里面去 宣告每个30网段 0.0.255 当宣告好之后的话 你看一下苏西这边 30网段呢 可以学到 那所以说 如果再搞的话 PC1 PC2 PC3 PC4呢 好每个PC5都可以进行通信 1235呢可以进行通信 他们走路径的话很简单 这么走 2这边呢 这么走 5这边呢 这么走 原因是什么 中间通过的PF 把它给互联起来了 所以说能够学到对它路由 所以说PC1 PC2 PC3和PC5呢 相互至今可以进行访问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拿一个来 我们拿一个来举例一下吧 PC1这块PIN什么呢 PC3的话 它是一个三十网段嘛 FD是253 看了没 我们看一下路径怎么走 TRACERT 192.680 30.253 首先PC1呢 到了网关 Switch1 Switch1呢 它的下一套呢 给我们一个R2 R这边呢 给我们一个R1呢 给R2 R这边呢 给我们一个 Switch4 Switch4呢 到了我们PC3 说说你看 第一个 到了网关嘛 然后呢 下降给我们R2.1 是R1这边 R1这边呢 是从我们R这边小路由的 所以呢 给我们12.2 R2这边呢 下降了给我们一个4 所以说我们一个4.2 然后呢 再给我们一个PC3 PC3这边呢 也是一样 192.8.30.253 嗯 再拼一下 再拼一下 哎 30.253 30.253 没问题啊 好 遇到这个情况的话 大家不要慌啊 多拼几次就可以了 再来 再来 哎 好吧 遇到这种情况呢 大家不要慌 我们直接反拼一下就可以啊 192.168.30 都让到20.1啊 好 没问题吧 并不是猫子的漂浮啊 这块的话是摩尽器的原因啊 啊 你想一下 PC1都可以防御到PC3 凭什么PC2防不了了 中间没什么防御墙啊 OK 可以的吧 啊 可以的吧 PC5这边呢 也是一样啊 偏 192.168.30 30.253 没问题吧 所以说现在的一个总部和分部之间的话可以通信 另外一点的话我们要实现 另外一点的话我们要实现什么呢 我们要实现我们的一个终端 PCPC2P3 能够防御到一个公网里面去 这个公网呢 是指的是四个八的地址 啊 对啊 这边代表我们公网 所以说你要让我们一个PCPC2 好P3都能够去上网 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去做呢 那我们可以在我们一个运营商这边呢 把环境给搭一下 首先打开我们运营商 比如说看一下我们IPDR有没有配 这没有吧 然后呢 G0-0-0-0接口 IP address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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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4位 然后呢 G0-0-1接口 IP address 101.1.2.3 24位 然后呢 再配上我们一个环境接口 比如说四个八 然后呢 是32位 好 那R21这边呢 R21的某个设备和我们一个运营商相邻 对吧 101.10.1 24位 我们拼下指令 看一下101.10.3 好 1和3G的指令呢 没问题 2这边呢 Interface G比特0-0-0接口 IP address 101.1.2.2 1.2.2 24位 然后我拼下指令 101.1.2.3 没问题吧 这个就我们一个指令这一块 好 你要想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的话 我们看一下需求 这边呢 我先把做的话 都先删除一下 这边没问题 这边都没问题 这边都没问题 这个都做完了 对吧 这个呢 也做完了 断了吗 卡了吗 卡了吗 我这边还有一些丢 丢包啊 对 这边有些丢包啊 现在好了吗 现在 现在好了吗 现在还是卡是吗 但是 但是 稍等一下 这个网速去 这个那个平台 这个确实 还在卡是吗 啊 大家稍等一下 大家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这块确实比较严重 大家稍等一下 一会就过去了 啊 对 还在卡 我知道 对对对 这个 大家稍等一下 这个稍微 丢包 比较严重 对 它稍等一下 这个不是我的电脑 原因啊 应该就是平台这块 突然就一下子暴增了 然后我这边的话 就是一个 蛮好的 这边是蛮好的 我电脑这块没问题啊 我电脑这边是有网的 有网的 但是平台这块一直在卡 这个不是电脑原因 对 现在好心的吗 现在好了吗 我感觉有点熊啊 这都是一红的包 现在应该可以了吧 现在好心的吗 你看我这边 整个一个红色 所以比较糟糕啊 好 现在应该应该可以了吧 这个也是比较糟糕啊 对 电脑这边是 都有网 对 电脑这边一直有网 你看我这边还能跟你们聊天吗 OK OK 好 这个 好 现在好 现在是吧 我的网 应该不卡的 平台这块的原因啊 对 延迟 对 这个不是啊 这个我是连接的是有信网络啊 嗯 我们的消息办办拍了吗 有些卡是吗 课堂这边 纽量过大了吧 学生都上课了 估计都 嗯 好 现在应该可以了吧 就是听课这块应该可以吧 嗯 好了 是吧 OK 好 是吧 OK 好 好 大家有啥问题 可以急 可以急需问啊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比较糟糕的 好 那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需求啊 我们先把这边需求先搞明白啊 好 开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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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先把这边的奥特票再完善一下 这边还有个需求 就是说要配置什么认证这一块是吗 也是一个糟糕的需求啊 第一个在我们一个区一当中呢 配置MD5认证 KID11密码12的PODO 看不到真实密码 只要在区一呢 配置什么认证啊 所以什么认证 我们来配一下 关键认证这块该怎么去配啊 这块里面心 大家会敲就可以啊 因为这个认证的话 其实在NP里面也会说的 所以说 呃 大家会敲就可以啊 第一个Otpf嘛 然后呢 进入到区一 给它配个认证MD5 然后呢 KID呢 给个1就可以 后面呢 给一个比如说是一个 看不到密码吧 所以说是这个 Spo2 我们呢 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呢 直接回车 Switch1这边呢 也是一样啊 Otpf1 用到区一里面 直接粘贴一下 搞定 粘贴一下搞定 这就是我们一个 配置认证这一块 好 这第一个 第二的话 我们在这边呢 也有我们认证这一块 这个我待会 待会再说一下 在区一二呢 也有认证 对吧 MD5认证 KID11 没有还是多少 看不到密码 所以说 区一和区二呢 都有认证 R这边呢 我赶紧配一下 Otpf1 进入到区二 区二 认证MD5 然后呢 给个密码 Spo2 咱们来复制一下就可以啊 Swiss这边呢 Otpf 进入到区二 配一个认证 搞定 搞定 好 把需求这块呢 把一简单的新 把它搞定 另外一个就是 咱们的驱灵这边呢 也有认证 对吧 有认证 KID呢 也是一 所以这边都是一样子的 把这边先删一下 因为东西很多 好 把驱灵这边配认证 区一这边 驱灵这边 进入到驱灵 配个认证MD5 密码呢 看不到对吧 Spo2 配一个就好了嘛 配那么多干嘛呢 进入到驱灵 给个认证 好 这个就是猫头要认证 如果说里面要检查的话 可以啊 你让PC再拼一下PC PC3的话 如果能拼通的话 准备认证这块呢 没问题啊 你看这边能够OK吧 拼一下 看到没 可以拼通 好 这个不是我们一个重点 认证这块是什么代价 我们看一下 我们一个关于 AC2和NAT这一块 大家可能说 错在这一块呢 有些疑问 首先在R21这边 配置默认路由 用于访问到4个8 R21这边呢 配个默认路由 R21这边呢 配NAT 允许福州的网络主机 往外网 第二个 AC2这边是2000 讯号是5 允许 VLAN10 然后呢 讯号10呢 允许 VLAN20 这边是在R1的G0-0-0 接口 这个公网接口呢 进一个多样转化 所以说这边是个 Ease IP VLAN10 另外一个呢 你看一下 PC5这边是那样服务器 使用公网地址 让它提供外远服务 你可以这边呢 写一个 做一个目标NAT映射 让这边呢 能够访问到这边地址的时候 访问到这个公网地址的时候呢 直接跳进到我们服务器里面去 对吧 好 我们先把那个福州这边的网络给做通啊 首先在R1这边写条默论路由 因为你也防互联网吧 互联网这边路由很多嘛 你不能写全部路由吧 默论路由 下一条呢 下一条直接指教我们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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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对呀 写完之后大家检查一下 关于这个尽量路由 你看一下没问题吧 在我们R2里面 写完之后呢 我们再规定一个HCR 比如说给个2000 序号呢 给个5对吧 然后呢 允许的是192.18年 10.0网段 0.0.0.255 另外呢 给一个10 PermitSource 然后呢 允许我们一个20网段 没问题吧 20网段 然后在我们R1的G0-0-0接口 然后呢 给个NAT AutoBomb的2000 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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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回车就发现 这个时候 如果说你PCE 想要访问4个8的时候 会有个问题啊 PCE现在可以访问到4个8吗 你们觉得 PCE现在可以访问到4个8吗 我的下车错了吗 不好意思 我们直接删除一下 然后呢 然后呢 诶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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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怎么不行 这边呢不能用快线 好烦啊 这边只能把一个鼠标往这边左移啊 如果利用快线的话 直接控制加A的话 直接可以到前面去啊 现在这边的话是 PCE呢 防不了4个8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一下 PCE这边防4个8的时候 目标是4个8 把我把税包这个网关 网关这块有4个8都有吗 没有吧 所以网关这块呢 要指一条默论路由能够出去 对吧 写一条默论路由能够出去啊 比如说就写去默论路吧 下车呢 是192.080 这是2.1 写完之后呢 你们看一下 现在PCE和PCE都可以防到4个8 拼4个8 拼4个8 诶 哪是搞这要子 拼4个8 好 这边可以通信是吧 这边呢 诶 难道我这边S2允许错了吗 在R21这边 DISPOOT SC2 10网段 这边呢 20网段 没问题啊 这个估计是我 你看这边可以通信吧 可以通信 PCR这边呢 我规计电脑这边的一个原因吧 我看一下 这边已经百分之百了是吗 这个能够通信出了鬼了 好 这边的话是我的电脑原因啊 这样我的心态多了 这个ESP 所以说导致我这边呢 通信一边通一边不通啊 你看这边通了吧 这边是可以通信的 你们可以在R1这边呢 看我们一个NAT的表象 然后呢 我们再拼一下 对吧 再拼一下 OK 诶 这边怎么还没有呢 OK 你看 这边就是我们一个转换的一些信息 对吧 根据我们一个一个公网IP呢 给我们多个 私网用户呢 进行上网 并且呢 只转好我们端口 但题目当中又规定说 此时呢 我这边呢 购买一个新的公网IP 是这个公网地址 我想在我们运营商这边 通过网网这个地址呢 从而到达我的内网服务器 那所以说我可以在G0-0-0接口 做我们一个目标 NAT给映射 怎么映射呢 直接在R1这边的G0-0-0接口 NATServer 然后呢 Global地址 比如说给一个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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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多少来着 这个是多少来着 1.1 是吧 111.1 1.1 对吧 然后呢 回车 好了 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你现在通过运营商这边 访问到这个供应地的时候 只映识到你的内网中去 怎么看呢 我们最紧张的话去拼一下 但是拼的时候发现 你直接在这边的桌包看一下 看有没有数据包过来 如果有的话 证明我的这块做成功的 拼101.101.111 现在是没有任何 现在这边是我的标报文的 我们不用管它 我们然后呢 比如说给功率 比如说ICMP 现在没有吧 没有的时候呢 我们来进行一个pin 这边呢可以拼通 这边呢 能收到相当的报文 那么证明我这边 从外网这边 访问到这个供应地的时候 直接跳转到我内网的服务器 所以我这边呢 能够收到报文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 福州这边 那个上这边呢 也是一样 你看上这边也是一样 也是一个NAT这一块 那么来做一下 在我们一个R这边呢 首先起一个ACR2000 编号呢为5对吧 允许的VLINE呢 192.2.8点 是我们一个30.0 0.0.0.255 然后呢在我们一个GBT0.0.0机构上面呢 NAT outbound 直接调用两天就可以 并且你R这边呢 也得写一条默论有出去啊 下一条是101.1.2.3 写完之后我们检查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存在啊 可以了吧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的话 在我们一个交换机四上面呢 你得写一条默论有出去 或者你直接写那个 到四个八的四个八的路由的话 也可以啊 那我这边为了 为了直接获取的一个扩展性的话 直接写我们一个 这边 没问题吧 我可以在我们一个PC3上面呢 去拼一下 PC3上面去拼一下 四个八 OK 搞定 对吧 搞定 我写的不是进来NAT啊 我写的是目标NAT 好 看一下我们最后一问 网络需求这块 最后一问的话 就是我们一个网络优化 写静态也可以啊 但是我这边 尽大家还是写的 更不必要NAT 因为你这边只想让 什么呢 通过这边的房子 这边吧 对吧 答案里面是静态的话 就写静态呗 都可以啊 好 看最后一问啊 当每个R这边发生故障之后 比如这边的问题 出问之后呢 要求VL3的主机呢 可以通过PPNAT 走R21 有氧性的通信 所以说 当我的PC3 能够访问到四个八的时候呢 通过这边进行访问 但如果说我这边出问之后 我PC3呢 想通过绕个圈 绕到R21这边 走到我们一个运伤 那么请问这个该怎么样完成 好 那么你必须保证R21这边 有些默认的出去 另外一点呢 你看 在R2上面 适当配置路由的这个需求 R21呢 做适当的配置玩的需求 在PC3上面 拼四个八的时候 关闭这个接口 然后测试一下 并化也没有效 那关于这个题目的话 大概怎么去做呢 对吧 设置并几个是吗 你看 我到达四个八的时候 走我们静态 六十 那我如果说从这边走的话 拥挤该怎么设呢 拥挤该怎么设呢 大于六十是吗 好 我可以在R2这边呢 我现在录表里面的话 就一条默认诺有 下较只要出去 但如果说我这边 想要写一条 这样八仅的 到达我们四个八 对吧 然后呢 比如说写个三十二位 下一条呢 192.080 是十二零一 优秀级呢 比如说六十一吧 好吧 六十一吧 这样可以吗 你们觉得 但是你看到 看到没 我这样写的话 它就在上面去了 那么这个路该怎么写呢 因为它第一个比较是比较 我们赢吧 这一块 你这边是0 你这边是32 所以不用比了 因为这块不用比了 那么该怎么写呢 对于这块该怎么写呢 这样写的话肯定不对啊 我们来删除一下 那有人说闲暴路由是吗 我们来试一下好吧 好 IP的三里的 闲暴路由 然后呢 下一条呢 192.080 十二点一 优秀级呢 给个六十一 这样的话应该是比 应该是可以的 看到没 六十的在上面嘛 Active 六十一的在下面 六十一的在下面 好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 就关于PC3这边去拼一下 杠梯的时候 这边路径呢 这边路径的话 一定是走我们一个正常路径 看到没 新走网关 然后呢 新走网关 然后呢 经过我们AT整完之后 到我们斯克巴 如果说我这边一直去拼的话 我把我们的一个 机0-0-0接口给当一下 但是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这边做了一个NAT 它的ASR当中 有没有允许这个网纳通过 没有吧 那所有在R1这边呢 你得在这个ASR2000当中 添加 19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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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波数 你得添加这个条目 你不添加的话 你拿8数日报到到R1 R1怎么不能转换出去呢 因为你这边没有允许的被转换路由嘛 所以说 我这边呢 可以拼通吧 那我这边呢 在 在R2这边 把我们G0-0-0-0接口 擦档掉 这边有丢包吗 看到没 没有丢包吧 对吧 我们来停一下 看一下路线怎么走啊 T R-A-C-E-R-T T-R-A-C-E-R-T 到这个吧 先到网关 再到哪呢 再到R 然后呢 从R这边呢 到这边 到这边 4.1 然后到4个8 这个G哪个里面没有档吗 你看这边已经档了对吧 那么我通过路径这边走的话 这边被隐藏起来了 然后到4个8 反正我们这边是可以平通的 路径的话一定是像我们从这边到达2 R这边呢 R这边它长度表 发现下跌的话是我们一个12.1 然后呢从R这边转出去 好 这个就我们一个整个过程这一块